接下来我来讲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王丹 其实他跟这个民进党是同一个脉络 王丹被男生男性控诉他性骚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也是一个男性 借着这一波这个性骚扰的案件 这位男性他在他的脸书控诉 六四民运领袖王丹对他性骚扰 我来读一下他的这个控诉的内容 当时我即将满20岁 在台中的某次聚会中认识王丹跟他的谢姓助理 那个时候的我刚开始参加社运 而王丹这个曾经出现在我的历史课本的人物 还有他过往被人歌功颂德的经历 让我对他非常的憧憬就像看到名人一样 显然他是他是当时是看到六四这一段 觉得王丹在六四民运的时候 为了这些民族自由的理念 在中国大陆这边去敢于跟救势力去冲撞 他也是很向往的 他把王丹当英雄去崇拜 好而且当时他才满20岁 2014年他才满20岁 所以他是小王丹很多的就好像看到偶像一样 王丹那个时候就变对我提出邀约 王丹对这个20岁的这个年轻人提出邀约 他说他要回美国一趟先去纽约再到六三基和旧金山 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见见世面 他可以下飞机招待 哇这个对年轻人是非常吸引人的邀约 所以说这非常吸引人的 我也完全没有去过美国 能够跟着名人一起去 想必会是一趟很精彩的旅程 所以我便答应了这一趟围棋一周的美国行 搞搞不好也是王丹出钱的 因为这个年轻人应该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你你这个老男人有权 稍微有点权有点钱 这样去讲都会很心动的 到纽约之后王丹安排我以及谢姓助理 一起先在法拉盛的饭店 同个房间住几天 在前往洛杉矶抵达饭店操作整理后 谢姓助理出门了 王丹则回到饭店 房间里面只剩下我和王丹 王丹安排我及谢姓助理一起先在同住 不知道是他跟谢姓助理同度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后来呢 他是说他跟王丹就通两个人就在房间里了 当时我在床上用着笔电 王丹走向窗边的窗户 窗边的窗户 招呼着我说 来到纽约怎么一直在用笔电 不来看看外面的风景吗 对王丹是用这一招来撩妹 不是撩妹啊 就是撩 就是撩对象嘛 我虽然对窗外的风景的确没什么兴趣 但是基于尊重我还是一时一时走到窗边看看 才走到窗边 王丹便从后面环抱住我 用力的环抱住我 并对我抢吻 一时之间我还没反应过来 王丹便把我推到床上 持续抢吻 并试图解开自己的衣裤 我当时吓到不知该如何做反应 情急之下 我将王丹推开 并说来美国之前 刚门处因为刚门楼管才刚开完刀 还没复原 请他不要这样 这大概就是女生 如果是因为男生用这个借口 如果女生大概就会说 我大姨妈来了 不要这样我不方便 大概就是差不多的理由啦 来 虽然王丹确实收手 果然这一招有用 虽然王丹确实收手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周 我却持续面临他 时不时的言语挑逗 性骚扰笑话 以及持续的 持续民事暗示我 希望我跟他一起睡 人家不都已经刚门做手术了 你还在坚持什么 而我当下反应给他的助理 他的助理也没有给我任何协助 只跟我说王丹是在开玩笑 闹我的 好 来 然后呢 这位男生 他就po出了他跟他的这个助理的对话 来 哎 哈哈 刚刚王丹亲我 天啊好害羞 是french kiss吗 是法式文吗 是声文吗 我现在很害怕好吗 才不是 哈哈我保护你 他只是玩玩而已 别想多 这个他谢姓助理 谢姓助理 只是玩玩啦 别想多 哦干 好啦 我必须讲啊 就是说 根据这个 这个男生 他指控王丹的这个画面啊 这是不是 这个故事啊 不好意思 我刚画面感太多了 就是说 指控王丹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 如果今天这个 不要是男男啊 是个老男人 对一个年轻的女性 的这个故事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嘛 就是一个有权有势 有点钱的一个中年男子 借势借端 去邀请年轻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然后想要借着他的权势 得到肉体上的一个好处 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这种事情 在男性主管跟女性之间 其实常常发生 那但是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 是这个男生不想要 就是这个年轻的对象不想要 那当对象不想要的时候 你还硬来 那就构成了性骚扰了 那但是 这个 稍微有点年纪的男生 借着自己的一些名 权 钱 来吸引 年轻一点的年轻人 达到他的这个目的 其实是还蛮常见的啦 好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这个年轻人他控诉 这个男性控诉王丹 对他的这个性骚扰 好那王丹怎么回应呢 王丹是这样回应 这是王丹的网站 一早起来看到这个有点无奈啊 作者自己说 特意选择六四这个时间点 以及他特别强调的 希望政治圈的人士对我如何如何 这样的表述 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啊 所以他说啊这个 这个人说的性骚扰 这是完全不存在 以上已经说明清楚 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还要忙我六四纪念活动了 我的政治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会继续推进啊 所以他 他就是不认错啊 然后呢 他又回应了啊 他就说 由于对方的指控 与我的认知及记忆有巨大落差 再加上与我互动过的学生工作伙伴众多 也有些许久未联络 我的确就难以就他们单方面的文字叙述 有进一步的回应 所以就王丹就是说 跟我的记忆有落差啦 所以没有 没有这回事啊 所以他还是继续参与他的六四这个活动 六四那个活动 继续六四纪念馆 六四纪念馆要开幕 他去宣传他的六四纪念馆 好 就是王丹 满满的六四形成了 好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呃 我刚刚上一趴讲的是 理念是假的 权跟力才是真的 权力才是真的 权跟力才是真的啊 这个不只是对民进党 对王丹来讲也是啊 你想想看 六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 啊 三十多年王丹他靠这个六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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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啊 当时的这个民主 什么民运领袖的这个光环 又吃又喝又拿 还又睡 啊这个爆料出来的这个男生啊他只是爆料出来然后引起波澜没有爆料出来的不知道有多少啊所以我我可以说先不管你的性 印象是同性恋这个事情 但是你就借着你这个六四光环 又吃又喝 又吃又喝已经证明拿很多不管是钱还是怎样都拿很多还跟 之前民进民党陈水扁政府都拿了钱 陈水扁都给他钱 又吃又喝又拿 还睡 不知道有 睡了几个 这30年就靠六四这张牌 所以 对王丹来讲 这个 这个 你还你还记得你你你当时这个 这个六四你要你要为 中国大陆这个民主 去去进步去干嘛 去你的理念是为了在哪里 我这一讲了王丹他他先先讲八九六四好 八九年的六四当时 有有 像王丹这一批啊包括乌尔开西啊逃出来了然后就靠着六四的这张牌 又吃又喝又拿 那吴尔开西我不知道有没有爆发性骚扰好像 他在台湾嘛但是不管怎么样 性骚扰这个 这个是王丹 但吴尔开西也是又吃又喝又拿 那 这群人靠着六四的这张牌 又吃又喝 拿了30年 都30多年了 还在批评当初的还在 消耗当初的六四光环 然后还在用六四这个事来批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府 那当然 六四这个议题对中国大陆政府来讲的确 你不是一个很方便去谈的话题 尤其是做媒体的做媒体我们讲到六四基本上在大陆平台就是被夹掉 那 我先不不去评价这个老共他们处理这个 媒体舆论的这件事情啊 但是我只是想 30年前八九年六四那个时候的中国 跟现在的中国 30年前的王丹跟现代王丹 我必须讲王丹还是30活在过去30年前的那个样子 但是 中国大陆这30年已经脱胎换骨 走向未来 面向未来现在跟中美精神都要超越美国 你30年前你敢想象吗 你敢想到这件事吗 所以我说王丹你现在你还活在过去 那当然 对你来讲 这个这个过去是给你饭吃而且好处还不少好理解了 但是 中国反正 他基本上他 反而也不管你们这批什么王丹无我开息这批人 他就走向他的未来就是 就是这样 王丹还是活在过去 六四吃了30年 但是这30年中国已经脱胎换骨正走向未来 所以王丹无我开息你们对 现在中国大陆政府来讲 就是 就是一个过去的人 你已经无足轻重 但是 对 王丹个人来讲 六四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光环 他可以借着六四这个光环 吃喝 睡 不只是30年 如果他命够长再活30年他还可以拿这个再吃喝睡 对 我继续讲 理念是假的 权 跟力才是真的 拜民进党 对民进党来讲也是 对王丹来讲也是 你 真的 你知你相信王丹真的是捍卫那个理念吗 其实没有 他只是要 借着六四的光环 拿点权 拿点力 在 用了自己的这个权势 在睡点 年轻的小男生 想的也蛮恶心的 所以呀 今天这个信哨的二连发 理念是假的 权跟力才是真的 对 民进党也是 对王丹也是 各位 年轻人 麻烦你们看清楚 好不好 麻烦你们看清楚 OK 好 等下开放discord call in 等下开放discord call 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权 过来 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绪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